男人的工作就是每晚和陌生女人睡觉 但她工作并不是出卖自己的身体 而是专心致志地把客户哄睡 但在工作期间却不能睡着 时间一到就要马上离开 虽然这工作看似非常简单 但其实一点都不安全 因为总会有一些女客人会故意刁难 眼前的安娜就是这种典型的客人 要知道如果乱来的话 肯定就要丢掉工作 杰克为了防止对方 干脆直接用枕头挡在了中间 荡成了两人的三八分界线 殊不知这一幕让客户安娜很不爽 而杰克心里也非常无奈 她只好计算她的工时 说由于订单工时进行了一半 让安娜只需付五百块就可以了 这一番说辞直接就把安娜气炸了 她再也没有了心思睡觉 不料这是她肚子饿了 想要吃点东西 却发现冰箱里空空如也 看着杰克包里有一块三明治后 安娜干脆不让她走了 拿起三明治就炫了起来 吃饱喝足后 杰克便开始了自己的哄睡工作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随着对方渐渐入睡 她也跟着睡了起来 甚至还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由于这次订单 她触犯了公司的规定 她急忙向安娜道歉 赶紧来到了公司找老板请罪 没想到老板见到杰克后 却表扬了她一顿 因为安娜对她非常满意 为她打了一个五星好评 甚至还续约了半年的哄睡服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违反规定 竟然给她带来了意外收获 优优独特别人